好我们再来看台东县的离岛蓝宇 最近将有第一家便利商店开幕 在媒体跟网路引发了话题 今天又传出这家超商的地点 根本就不能盖房子 一盖就是违建 但事实上蓝宇岛上四千多公顷的土地 都是原住民保留地 全岛的民宿 店家甚至学校 几乎95%都是违建 这种情况早就存在 却因为这一次的超商风波而浮上台面 蓝宇正在发展观光 不过岛上的土地都是原住民保留地 开发有限制 现在为了盖岛上第一家便利超商 却引起社会关注 台东县政府也查出 这块土地的使用设定 是农牧用地和交通用地 盖房子营业就是不合法 而且全岛包括住宅 学校和超过40家的民宿 也都是不合法使用 几乎有95%的土地都没有登记 我们所收到的实用执照的一件 就是蓝宇乡公所 那建造也只有一件 蓝宇乡代表会 其实台东县政府从民国60年代 就要求当地居民 依法进行土地建物登记 可是这跟蓝宇原住民 对传统领域以部落共视觉 可以自由使用和传承的认知有冲突 所以当地居民不愿意登记 也不认为这是违法 我们没有刻意犯罪 是环境 是民族的一种思维不一样 原住民族委员会表示 蓝宇居民的土地和建筑不合法的问题 需要再跟当地居民讨论 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台湾的原住民 我们过去就用 蒸化编原住民保存地的方式 就处理掉 对不对 让他们重新起的这些土地 但蓝宇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方式 我想这个大家讨论能力才会找到地方 目前台东县政府 还没有要针对蓝宇的违建进行处理 希望经由协议的方式 让族人寻正常程序登记 但蓝宇原住民的传统习俗特殊 可能还需要政府努力来克服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